二年级的黑曼巴 科比你在天堂还好吗 2020年的1月27号上帝在选秀 于是黑曼巴科比去了天堂 这是众多黑曼巴粉丝们充满苦涩的美好祝愿 然而乘坐直升飞机的科比再也看不到 洛杉矶四点钟的太阳了 乔丹的伤心欲绝 赛前卡特流的热泪 当音频上还播放着科比祝贺中国农历新年时 这个把中国视为第二故乡的科比就这样 轻轻的我走了 就正如轻轻的我来了 科比把自己的生命赋予了篮球 一生的执念是超越乔丹成为永远的传奇 为了这个梦想 科比甚至愿意 I want to die 当科比为自己心中的梦想努力奋斗时 无常就这样突然造访了 虽然科比也曾表示 自己并不惧怕死亡 然而不惧怕不代表着死亡不可怕 更不代表着能够把握生死 黑暗的尽头是光明 然而对科比来说 黑暗什么时候才会到头 虽然黑暗巴的精神还在 但科比再也回不来了 因为无常来临时 根本就不会和人们打招呼 反照我们的人生 是潇洒走一回的 坐等无常 还是拥抱明天 生命的无常 是人人都要面对的 那个励志的典范 黑暗巴科比也是如此 当我们还在追求吃喝玩乐过一生时 当我们为了心中的梦想 而努力打拼时 我们应该反照 南魔枪佛迪法英 一转眼 15年就过了 也许下一个15年 你都活不到了 明白了人生的真谛 我们的世界 明天会更好 感谢您的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